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发出了扯救无上正德正德的心 有时候刚开始不是说有圣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两种 就是说刚开始是个孽头 发出来了 但是你心还在红尘里面 每个企业东西都是在为红尘 围着红尘转 就算成佛这件事也是想到他给你带来的利益 而不是在利他 就是想到我成佛了我可以自在 我可以出轮回 我可以去极乐世界等等 刚开始叫世俗的普及也是可以的 不要说刚开始 我好像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高尚 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如此的平凡跟普通 我们要先承认自己是平凡普通的 这个也是佛弟子应该刚开始的品质 这个很高尚的 别以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光彩多么的 很了不起 所以一碰到什么就抱怨 我们如此平凡 如此伟大 如此平静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想成就无上证的这就 让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是吧 这就发出那只有伟大的心愿 开始 然后不断的修 见地会三学 不断的修 慢慢就知道了 就变成圣义附近 你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吗 哪里来的真理 你不知道的 永远是真是假管他呢 你反正就是个念头嘛 刚开始你想啥不就是个念头吗 佛说连你都是个假的 谁在法是不是 你本来就是是吧 需要法不法吗 是你想醒来了 这叫我本来是佛 是吧 我要发个成佛的心吗 这不多余吗 我本来是女人 我要发 我要成为一个女人 这不多余吗 是吧 然后坐在这 我本来是佛 但是佛说我现在跌倒妄想在无名之中 所以我很困惑 而且我很迷茫 说是时空是个假象 我看不见 我想觉醒 这就是法菩提醒 我想觉醒了 开始我决定觉醒 然后问有啥方法呢 说 我说修禅定啊 定能开启智慧 智慧是什么 看清真相啊 就知道你是佛人 那怎么修定呢 佛说很多法门 刚开始对峙散乱的法门 修指观啊 对峙散乱啊 修六根圆痛啊等等 停下起些动念 这都是方法 这就是啊 开始修哦 你不修 这个就是封开了 至于你发那个念头 是真是假拐它呢 是吧 这个世界 佛说一切用梦怀泡炎 真的假的 老师 真的假的 我们讨论这些有用吗 它是真的假的 梦怀泡炎 它是个梦还是真的 你何必去探讨这些呢 是吧 佛说一切用梦怀泡炎 这是个观修方法 这是个工具 它这个说法 是个方法 金刚经是个方法 它是个漏 就是说你从理想 能够得到最后佛果 而不是说是夜市的 不是说佛不是在说 这个世界是真的 还是假的 不是来平定这个世界的 就是佛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告诉你 不是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个假的 真的 说是真假 它不是来分辨真假的 是告诉你 如果你想成就无上 正得再绝 先把你见闻绝处的一切 观成梦怀泡炎 不是说观成泡泡水泡 是先放下不要理它 因为人力的东西都是理障 都是障碍 让你不清醒的障碍 因为你执着于人力的职界 知道吧 现在就是这样 这都是方法 停下人力的职界了 知道 但人力有本能的职界 有的职界是你现在能看见的 说这个能放下 是吧 你投胎的那一面 包括你投胎的时候 你的神识带着那些根本的无名 是吧 根本无名是有一个你在这发心 这叫根本 有你 有我吗 这叫只我时有吗 有一个你 你才要成佛吗 是吧 这个根本无名最重要 实在决心 就是无我 需要很深的定态 这个光靠坐在这儿 清点理论 解决不了问题了 所以佛学难就难在这儿了 他听完 听完做不到 根本无名破不了 因为投胎那个时候都有了 是吧 所以这些根本的无名 需要修很长时间彩礼 这就给佛学的成佛 带来了难度 就是觉醒带来了难度 如果只是说 我们坐在这儿 说点理论 大家就能做到啊 就能把根本的本能的东西破了 佛学有啥的佛学 实际上我们讲的够清楚了 都能听懂啊 大家都受过教育的 这有啥难的 是吧 我们这是个失控幻境 不能听懂 直接就无灭了 失控幻境解脱了 是吧 你纠结啥呢 你纠结的是幻境里的东西 是吧 这个还听不懂 还听懂了吧 然后你说 怎么这么难受呢 佛说正因为是个幻境 你才难受啊 这个受能不能坏啊 我不想不想难受啊 是个幻境 为什么我这么难受啊 我不想难受 能不能 是吧 因为有个你 所以难受就存在 那不得破我吗 难受是个幻境 但是我 只我实有 是你在梦里边也执着的 投胎的时候也执着的啊 投胎的时候这个难受没跟啊 因为肉体没跟嘛 你心脏也没跟 你这块也没跟啊 胸椎也没跟 梦里边你也没跟 你梦里边也难受吧 是吧 有时候是吧 梦里边别打你 你也说是疼 你肉体都没去啊 中阴境界投胎的时候 你肉体也没去啊 是吧 你也难受啊 你看见暴风下雨啊 什么你跑得可快了 是吧 为什么 是吧 你指我实有 有一个指我实有 中阴境界的梦里边 你执着有一个你 这个难受是破不完的 不是你把肉体 不是你把肉体治好了 你就不难受的 它与肉体无关 你知道吧 是指我实有 执着有一个你 中阴境界的梦里边 所以破那个我执 所以人无我 法无我 这是佛学最规本的破的 两个东西 先破我 靠定破 没有其他办法 知道了 生活的事情 都要执着 一定是一个无我 忘我的状态 因为你就有个我了嘛 但是你会忘我的 知道吧 有时候 专注在一件事里边 你忘记有个你了 让他忘记 忘我的时间 再长一点 啊 那个幻境就会 这块有个痕迹 你要想让他这个痕迹 消失 比如说 这空中有一个海色圣龙 你让他消失 他需要15分钟啊 不是一下子 刹那就消失了 没那么快 你头脑中那些幻境啊 里集起来的 这个我认为 只我时有这种事 很多事了嘛 他需要 可能一年半年两年 他在那把那个幻境消失 你知道他这个虚妄的 他就在那有个痕迹 就像那水流过那个河床 会有一个印记 就像你现在停下起这些动念 就是水不流了吧 啊 水不流了 停下起这些动念 一秒钟以后 那个河床里边那个 那个印记消不掉的 知道吧 他需要点时间 所以定就是个 忘我个无我的状态 我们现在叫散乱的状态 只我时有的状态 有个我 我在这想成佛 我听老师说话呢 是吧 有个我 坐在那 身心不动 忘我 无我 这是个状态 这个状态可以让我们觉醒 把那些幻境清理掉 是吧 觉醒 像刚才那位师兄 不管我看错没看错 是四肢猪猫 还是自己妥了个四 怎么 你忘我无我 时间长他就清理了 我可以再问一下 我这个怎么清了 后来你刚才 是不刚才说的一样吗 定啊 定啊 定能清理这些东西啊 只要有我 生生世世那些东西都会来 那些信息都会吸绝你 有我身体的绝受都会吸绝你 都会转你 无我就可以了 但是无我我们达不到嘛 我们这太难了 忘我是可以的 暂时的忘我是可以的 有时候忘我了嘛 其实我 忘记自己是谁了嘛 是吧 我们其实说 哎呀 我去不到五十斤的东西啊 我给我 我给我 我给我给我 你看那个里边的 经常那个说 孩子被狼 叼跑了 那个他妈追上去 把那个狼打死了 或者是把狗群都抖起来 哎 他忘我了 你知道吗 那一刻 眼里只有孩子 知道吧 他就爆发出来 超越他平时基本 那个能力来自哪里 他忘我 对吧 如果我给忘我就 就跟宇宙合一了嘛 能量就来自于宇宙了 是吧 就法力无边了啊 有我你就那个定义 你知道你那个五十斤来自于哪里 你定义了 你提前一定义 你是个啥 你就是啥 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定义 我们潜能无懈的啊 所以妈妈教育孩子 不要说 你那不行啊 这种定义千万不行啊 每个人都是无懈的 潜能 千万不要定义他啊 他不会做这件事 不代表不会做那件事 他不会做扇子 不代表人家不会做桃子 是吧 你没让人家做桃子嘛 人家就是不会做扇子 你骗人家做扇子 是吧 没学过嘛 我感觉这么强 他就经常被人看到 别人身上有蛇呀 或者有什么呀 他就叫病毒管呢 医院的时候 他那个就特别特别累 比如说伤害病毒管 就整个人一下 就换了一个人 所以自己要修哦 就得自己修 对 你经常天爷也会染污的哦 也会照相的 天爷也都会染污的 天爷也都会染污的 佛 一直要修到佛 天爷染污了也很辛苦的哦 跟你肉眼染污 不很多信息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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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有的染污都是分别执着 嗯 太执着了 染污的最重 嗯 就是 那就叫染污 不是说你是你做了这些坏事啊 嗯 那个那个谈不上 是你执着了 定义了 这种这就叫染污 佛学里面啊 停下来 谁也会提起些东西啊 不要说你没根气啊 听懂了 谁也会挺 通过定 通过万我无我 就能开启你生生世世的 芝麻开门啊 你生生世世的学的那些东西绝会出现啊 没那么难啊 但是需要时间 因为你头脑里的和皮素质的框架太多了啊 停下来啊 停下来 先不要认知了 他有些东西就解体了啊 就没问题了 真的 可以 有些人 有些什么 抹 встреч 又来 这 回来 不 轻易 早 到 快 快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